本期健康100分 由瓦培全安素, 成人奶粉特約播出 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大家好, 我是何韻 我是嘴妓 嘴妓, 經常有句話說 東西可以亂吃, 說話不能亂說 對, 但我還聽說過 就是有人說 爸爸吃甚麼, 我就吃甚麼 那些東西不是真的亂吃嗎 其實在今時今日的營養學來說 東西真的不能亂吃 而且我覺得你生老病死 可能都跟你吃東西有很大的關係 對, 因為營養和你吃的東西 是我們健康和長壽的基石 經常說民以食為先, 食以安為先 沒錯, 今天就和大家探討一下 吃的營養問題 怎樣吃才是治營養、治保身 和治健康的呢 首先請出我們今天的三位嘉賓 Yoyo 對, 是位設計師 對, 隔壁就是資深主持人眾師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們的美食作家, 大卡 大家好 歡迎 經常有一句說話 就是病從口入 不知道三位怎樣理解這句說話 有沒有嘗試過病從口入 這個我真的嘗試過 由於病從口入 你一個切身的體會 現在我開始研究是怎樣吃 想知道你究竟吃了甚麼 得了甚麼病 因為其實原來吃東西吃得不均衡 你會越來越肥 其實肥胖可以引發很多種不同的病 對 有因 對 那做事怎麼體會呢 前一陣子我去了印度 大家都知道印度的衛生條件 是一般的 在那裡, 我們也看到印度的人 比我們相對來說 是小很多 瘦和矮很多 因為印度的衛生問題 大量的細菌都會從口腔 進入到他們的身體裡 於是他們的身體 營養和食物是足夠的 只不過大量的營養細胞 都會跟病菌作鬥爭 所以他們通常都是比較小 好, 大卡 大家都保持得不錯 對, 大卡經常吃都保持得很好 其實你只是作出來 沒有吃過 因為我很尷尖 黃帝利 如果食物不好吃, 我就不吃 我寧願不吃 現在你知道食品安全也有很大問題 所以自己要花多點心思去研究 怎樣可以買到更好的食材 以及怎樣更精緻 更加令人放心地去烹飪食物 大卡的這個靈缺蜜藍 你的精神, 我也很贊成 對於男朋友來說, 我也是靈缺蜜藍 對的, 女生就要醃尖一點 對嗎 好, 討論了那麼多和食物 我們剛才提到最重要的是 怎樣可以防止病從口腔 三位有好心的體會 好, 立即請出我們今天權威的專家 跟大家一起探討飲食的營養 立即請出今天的專家 來自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營養學系蔣卓銀教授 告訴大家怎樣合理飲食 其實我們想問問張教授 剛才幾位已經說過他們 心目中甚麼是病從口腔 如果從營養學的角度來說 病從口腔是怎樣形成的 病從口腔應該從兩個方面 一個是安全的營養 我們習慣說安全方面 譬如說食物不乾淨 不衛生, 污染了 吃了有害的細菌 嘔吐, 輻射 病從口腔是習慣說的 現在另一方面看 就是營養不平衡 譬如說能量太高 脂肪太高 維生素不夠 也有肥胖 血壓、血脂可能性高 現在也是病同口腔 所以我們在前面分析 其實說到飲食 全世界都認為飲食和健康 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也有很多疾病 包括很多長壽的人士 跟他們的日常條理 有很大的關係 是的 蔣教授可否跟我們說 全世界十大死因 和中國城市十大死因 和飲食之間的關係 十大死因排在前面 在中國是腫瘤 第二是三血管疾病 第三是牛血管疾病 大陸是糖尿病 這樣理解 腫瘤的供應因 大概是八月三十五 是與飲食有關係的 只是食品安全的問題 但是三血管、牛血管、糖尿病 除了胃前以外 就是吃東西了 影響最大 譬如說平時是高能量 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 超標 就是能量超標 運動又不夠 已經是三腦血管疾病 糖尿病的重要原因 所以要自己飲食 是保健的重要環節 想問一下總教授 其實怎樣養食 才可以營養均衡 全面得到營養的條理 怎樣食法才比較合理 我們敢理解 每一種食物 涵的營養素 都不能夠滿足我們人的需要 當然人類有一種食物 才為我們人生產的 營養最好的 就是沒有奶 但是我們沒有機會去吃沒有奶 除了沒有奶之外 所有食物的營養 都不能夠滿足我們人的需要 怎樣辦呢 每種食物的營養都不同 我們只能夠多樣化 互相補充 取長補短 這樣達到營養的根性很重要 譬如說每天一定要有煮食 譬如說過激了我們的米、麵、薯 雜豆類的煮食 有蔬菜、有水果、有肉類、有許產品 有奶、有蛋、有堅果類 每類食物都要吃 品種要多 但是呢 量不一定要多 這樣營養互相補充均衡 另外呢 要治下棒條方法 譬如說 高溫的、油渣的、燒烤的 溫度比較高的 維生素大量破壞了 脂肪氧化了 營養下降了 安全性更危險的 所以我們用蒸、煮、燉、以水為煤界的方法烹調 雖然比較安全、比較健康 但是渣、烤、或者是煎 因為時間比較長、溫度比較高 對營養的破壞比較大 所以我們合理鮮的食物 加上那個烹調兩個結合 是能夠滿足營養的均衡 我想知道 吃得醃尖的人會不會營養不良呢 醃尖就是我們解釋了偏食 或者是過分講究 這個又不吃、那個又不吃 這種情況下 我們是達不到營養均衡的目標的 因為每一種食物鹹的營養素都不同的 如果你是這個吃、這個又不吃 這樣我們很難達到均衡的營養 因為沒有一種食物鹹的營養 延前滿足我們人的需要 只能夠多樣化、互相補充 所以你知道這個吃、那個又不吃 那個吃多一點、那個均衡又不吃 那個品種太單調了 那情況下營養很難夠互相搭配 問題就是我很多朋友 他們是吃全素吃的 完全是不吃肉類的 這種是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就是有些 譬如有些患者或老人家 牙齒不好 又或者有些東西他們是不適合、不方便 不能夠去吃的 那這些人長期下來 他們是不是就會有些營養失衡呢 是的 那個老年人呢 牙齒不好 消化功能又下降了 所以是比較容易營養揭發的 我們怎麼辦呢 所以要關注這個人群 要搭配搭配搭配的烹調 最好營養是來自天然的食物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的天然食物搭配不合你 或者是你的身體的特殊原因 沒有辦法在天然食物裡滿足營養需要 在這個特殊的人群 適當補充的營養配方食品是有幫助的 營養配方食品是甚麼 就是牛奶這類奶粉的旋轉 我們有時戰衛老人設計 或者疾病的設計 譬如說多種營養素、放物質、纖維素 放在一起 使你吃不到食物 我可以喝一杯 也可以達到營養的 在這種情況下的配方食品 不是牛奶、雞蛋、肉類是天然食品 而這個配方是最好的 而能夠從天然食品 滿足人的營養需要最理想 其實我會看到有些老人家也好 或者是有些小朋友也好 他們被測說身體是缺乏營養 但是從體型方面來說 我們就會看到其實都挺肥胖 有甚麼解釋這種現象 這些傳說中是否虛肥 其實也是營養不良的一種 我們叫做營養不均衡 能量是足夠的 食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維生素、抗物質、蛋白是不足夠的 肥胖其實也是一種營養不良的表現 能量過剩了 其他營養素是不足夠的 這種也是營養不良的表現 騙食 那個不吃 這個也不吃 這些人 最容易營養不均衡 最容易營養揭發的 所以這些人群 疾病的風險是增高了 就放一杯營養素去喝 話說你吃不吃 不吃你也要喝掉 就是我喝了這個營養素 我其他甚麼都不吃都可以嗎 我們這樣理解 人類滿足營養 需要最好來自天然食品 合理搭配是最好的 就是天然食物 現在搭配不合理 確實有些特殊情況 吃不到那麼多食物 怎麼辦呢 可以用配放食品 來補充營養不足 是一個補充 但是不能夠作為一個主食 明白 因為我記得很多白領 因為沒有時間吃東西 所以其實在外面吃東西之後 他自己也會買一些營養素 或者營養的丸子 都會補充 補充 其實這樣可不可以補充 可以的 有幫助的 不如說你吃的梳水少 或者老年人 只要男生吃的沒有牙 這樣男生吃的維生物 才沒有了 那麽食物 那麽食物 吃得不夠 那補充維師是有幫助的 即是食物 現在不能滿足人的需要 適當補充 相應的營養素 是有幫助的 我知道在醫院裏 有些大病初遇的患者 醫生可能會用一些 醫學用途配方的食品 其實這類食品 是否就是 教授你說的 類似營養素的東西 我們的食品 是分為普通食品 就是我們超市 隨時買到的 肉、奶、蛋等 這些普通食品 大家還有一個熟悉的 叫保健食品 就是保健姑娘的食品 現在又到了一類 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 這個食品其實是 專門在疾病狀況下 或者是康復的需要 補充營養的時候 一個配方食品的 所以特殊人群 比如說疾病 我們吃不到東西 或者是沒有胃口吃東西 營養揭發怎麼辦呢 或者是康復的時候 由於我的食物 滿足不到需要 要加快營養功能 這樣就有一個 特殊醫學配方食品 給你配方好營養 適當的 補充有利於身體的康復 那這些是否在市面上買不到 還是在醫院才可以買 在醫院就是 處方來開的 所以藥品一類 可以用的 但以後 估計可能在超市 藥房可以買的 是食品一類 營養食品分為普通食品 補健食品 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 年老體藥的特殊人群 沒辦法從日常生活中 攝取營養的時候 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 選擇全營養配方粉 例如瓦培全安素 是一款符合國家 FSMP標準的全營養配方粉 可以全面滿足營養需求 真正實現保得全面 科學均衡有效 接下來 進入健康知識 考考你的環節 以下哪些食物是每天一定要吃的 A,奶類、豆類 B,蔬菜、水果 C,肉、海鮮、雞蛋 D,麵包、米飯 我首先考慮一件事 就是哪裡的人 如果我們中國人 肯定是麵包、米飯一定要 但西人不一定適合吃米飯 西人 對 要吃肉,要很多肉 對,例如豆類和奶類 對,我們中國人未必每天都會吃 到現在我又還健康 不是每天吃的 但蔬菜、水果 我想無論是甚麼人種 都每天要吃的 還有肉、海鮮、雞蛋 這些是甚麼人種都要的 但我覺得米飯 可能是我們東方人才需求 而奶類是否只有西方人才會每天飲用 應該是 究竟哪些食物是我們每天都要吃虧的 怎樣判斷自己是營養過性還是不足 營養不均衡,應該怎樣合理調節 鮮食纖維對人體有哪些好處 下一節回來,蔣卓勤教授將會詳細為大家解答 千萬不要錯過 謝謝大家 6301999 恢復所需,瓦培全安蘇 美國的展覽是一樣的 只當美國人怎麼合理的 不管是美國的 就是中國的膳食構成 是一樣的 就是說都建議敢吃法的 比如說中國是寶塔 寶塔第一層我們吃最多的 應該是五谷雜糧 米飯 第二層是蔬菜水果 第三層是肉蛋魚類 第四層是奶類 好了,美國的監製塔 食物監製塔是1992年齊出來的 一樣敢吃法的 後來2012年舉成餐盤 是一樣的 最多的,最重要的還是五谷雜糧 第二層是蔬菜的 水果的,然後肉類的 一樣的 不管是變成國家提出的 食物指南結構是差不多的 但是每個地方人的飲食 雜價不同 可能你的食物就不一樣 所以健康狀況不一樣 五谷雜糧只會是支撐我們 最基礎的東西 是的,因為我們人類最乾淨 安全最便宜的食能鹽就是 碳水化物,就是電飯 碳水化物 是,在這種情況下 所以以它為主食是比較合理的 儘管是西方難 你的西餐是肉類為主 但是他的指南也建議穀類為主 如果是煎食肉,不食菜,不食穀 營養是不平衡的 調過來吃肉,不食菜,不食其他 也營養是不平衡的 對健康不利的 譬如你現在免疫能力下降 流動能力下降 現在有時候你感受不到 就是你的功能下降了 這個我感受到 是嗎 因為我的肥胖… 其實真的會想盡辦法減肥 也有聽朋友推介過 喝西有汁 只吃肉、吃菜,不食飯 其實你三種都試過了嗎 三種都試過了 哪種是最好的 最終我喝西有汁、吃肉、吃菜 不食飯,我受了10斤 但我的驗血報告是貧血的 對,沒錯 為甚麼 我突然發現 為甚麼我會暈倒 帶一隻雷雷會暈倒 一直都不明白 然後他驗血的時候 醫生說你貧血了 你是瘦了,但臉青、口唇白 其實可能就是教授所說的 營養不均衡所導致的 他剛才說到這件事的時候 譬如說他為了減肥 他減少了一種營養攝取 假如我用這些營養素來補充 譬如我喝這些全營養素來補充 可以嗎 可以嗎 他還能否減肥呢 有幫助的 因為減肥只會減少能量供給 即是吃少的高能量食物 譬如說谷類、肉類減少 增加能量消耗,增加運動 但小吃飯、小吃肉的維生素 抗物質可能是不夠的 這個情況下 補充鹹、有維生素 抗物質、蛋白比較高的配方食品 是有利以防營養不平衡的問題 譬如說,剛才說的 噴血,鹹、有鐵 補充下去就不會噴血了 是這樣的情況下,有幫助的 這是可以考慮的 好的 大家除了用身形之外 營養均衡還是很重要的 也很重要 想到身體才是第一位 教授,其實我和我媽媽之間 經常有一個對話 我媽媽經常會煲湯 叫我,你喝吧,喝湯 苦口婆心 你看,你都瘦成這樣 接著我就會很生氣 我說,首先我不瘦 再有一個 以我們現在的飲食結構 只有營養過性 怎會營養不足 我想知道 到底我們這段母女的對話 誰是對的,誰是不對的 我們以前 留一輩的人 關注營養不良 那時候吃得不飽 流動量又大 所以消瘦比人多 那時候我們的關注營養不良 現在 生活水平高了 吃飽沒問題了 相反 我們運動量很少 流動量很少 所以能量過正 引起的超重肥胖 就高了 這個關注能量不平衡 關注所謂的過正問題 更關注的 那怎麼辦呢 究竟行量的人 有沒有營養揭發 吃得夠不夠 或者是否過量 其實我們可以的指標 很簡單的指標就是 體重指數 怎樣計算呢 體重除身高的平方 平方 簡單來說 體重除兩次身高 除一次,追遲一次 除兩次身高 明白… 這樣算出來的 我們1.65米 這樣就是1.65 1.65米的平方 解釋一下ABCD4的選項 代表著甚麼意思 哪個正常呢 這個答案呢 大家都知道 你應該是… BMI等於18.5 到23.9 之間是正常的 是 這個是表現答案 如果A的話 是否就是營養不良的 A是… 少於18.5 應該屬於騙修 你可能沒有 我沒有 我應該沒有 你應該少於18.5 是的 大概是16點多 17都可能 目測都可以測到 目測都可以測到 現在的帥哥 目測女生不是 目測三圍 目測是BMI指數 目測BMI指數 好,C屬於偏肥型 C算是超重 超重… 即是不算是… 其實超重又不是肥 即是不能夠做肥薄 就是超重 即是超重 看上去減壓榜 對 D超過28就是肥胖 肯定肥胖 肥胖 超重又不是肥胖 但超重又不是肥胖 我幫你計算一下 你叫我不敢說聲就知道 所以… 很大壓力 一個人要不需要減肥 其實要算過才知道 當然 你不超,你不用減肥 即是C也要減肥 C和D也要減肥 C也要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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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如果C和D 其實會否得到一些 常見的慢性病的機會高 譬如心腦血管疾病 即是超重又不是肥胖的人 容易心血管疾病 某血管疾病 糖尿病的危險性是高了 如果心腦血管疾病的患者 其實是否可以運動 可以,當然運動很重要 一個飲食、一個運動 是保持健康的 最基本的兩個元素 但應該不能太劇烈吧 因為他有心腦血管疾病 當然,我們有病的人 人的運動要控制運動量、強度 感到舒服為主 如果感到很辛苦,當然不行 那他需要節食 又或者做一些飲食的調整 如果是超重的肥胖 最好讓體重減下來 減到標準範圍之內 是最理想的 超重肥胖是不好的 瘦也是不好的 這個人太瘦 免疫能力下降 勞動能力下降 各種反應能力下降 甚至腫瘤可能性高 不好的 超重肥胖容易血脂高 血壓高、血糖高 所謂腐臼病又來了 所以一定要保持 在標準的體重範圍之內 最健康的 壽命最長的 體質指數BMI 是目前國際上常用的 衡量人體半瘦程度 以及是否健康的一個標準 公式很簡單 用體重的公斤數 則以身高米數的平方得出的數字 當BMI指數小於18.5 就說明你體重過輕 BMI指數為18.5到23.9屬正常 一旦體重指數達到 或者超過24的時候 患高血壓、糖尿病、半心病 和血脂異常等嚴重危害 健康疾病的概率 就會顯著增加 接下來考考大家 以下哪些食物中含有膳食纖維 A.蔬菜 B.水果 C.雞蛋 D.茶葉 蔬菜、水果 就這兩樣 茶葉有的,吃茶葉就有膳食纖維 好,那麼大家呢 這裡應該是A、B、C、D,也有的 好,現在就暫時兩觀點 一個有渣才是,一個沒有渣才是 我個人觀點是覺得 A、B、D就肯定是 但我認為雞蛋應該也會是 動物性食品沒有腺血纖維 植物性食品才有 即雞蛋會沒有 但動物性食品隨便人為加進去 例如在配方食物、配方奶 加進去,另一回事 天然的動物性食品沒有腺血纖維 植物才有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是 水果,雞蛋是沒有的 但茶葉肯定是有的 但茶葉應該是沒有的 你喝茶是水分 這次說一下 雞蛋維有甚麼作用呢 它只要是促進腸道的運動 形成糞便 即人的糞便快點排出去 第二,就是稀釋了 在腸道的毒素濃度 所以雞蛋維是一種保健成分 一般它不被人吸收 從糞便排出去 所以習慣叫渣 但我們吃的東西拿多 不一定才有纖維多 纖維有兩類的 一類是容易水的 一類不容易水的 不容易水的就是纖維素 半纖維素 已經是渣 我們很老的就是渣 是這樣的情況 容易水的 譬如是果膠 半纖維素 石膠 那些都是纖維 但是它是容易水的 它不敢去渣 那它的溶水 是否都可以幫助排便 是的… 兩個功能不同的 不溶性纖維 是增加了分片的量 可溶性纖維 可以吸附腸道的有趣成分 像滾石球的熱感熱帶 一柴吹到它從分片排出去 所以是有利於健康的 有利於腸道健康是很重要的 哦 現在這麼重視善逸潛維 因為現在人的食慾比較多 食菜比較少 所以善逸潛維的量是不夠的 這樣食慾是比較關注的 現在善逸潛維少 就是吃肉多 動物食食品多 人的血脂高 血液高 富貴病就多了 所以人家只要多吃蔬菜水果 多吃鹹糕 善逸潛維的食物是這樣的道理 其實這個配備 應該是怎樣才是合理的 是的 谷類食物 這種大人 最重要的大人 每天是350克 250克到400克 就是半斤八糧 正量食粗糧、雜糧 但是粗糧和精糧對比 三分之一是粗糧 三分之二是精糧 這樣的比例 錢是粗糧可能你吃不到 精糧是好吃的 但是有錢是錢為低了很多 是第一個要求 第二個要求就是 蔬菜每天大家食一斤 就是三百到五百克一斤 水果是半斤 一餐還是一日 一日一日 你可以多餐一日的量 肉類呢 我們是粗禽肉類 就是豬牛羊、介鴨 粗禽肉類大概是一兩到一兩半 就是五十到七十五克 這個量 而蝦類呢 水產品的蝦類大概是一兩到二兩 就是五十到一百克這個量 再來的植物呢 就是那個堅果類和豆類 大概是半兩到一兩 就是三十克到五十克這個堅果類的量 好了 每天又喝一到兩克的牛奶 即是三百克的奶類 蛋呢 現在是年紀不大的 不如說一下四十歲以前的 每天一隻蛋是很好的 年紀偏大的 可以兩天一隻蛋 這樣搭配 最後呢 我知道其他了 烹調的 我們不說了 是油、鹽等的適量 這樣吃 這個食物搭配才是比較合理的 剛才聽完之後 我想很多人有謹慈的數目 糟了,我已經反轉了 肉成筋 是不是 才只得到一兩 所以 比起來呢 你說植物多,動物多 當然植物多很多 植物多一點 對,動物很少 其實剛才教授說了 這個金字塔結構的食物組成 我想問一下 其實是代表著我們人體 需要哪幾種營養素 是必須的 對 人體所需的營養素有哪些呢 這些營養素分別有什麼作用呢 營養素缺乏會導致什麼疾病呢 禁食是否真的可以減肥呢 下一節回來 蔣卓勤教授將會詳細為大家解答 千萬不要錯過 小葉子坦 老挖大紅酸芝 金森南木大國子坦 三枝木 花梨木 奇打系列200多塊 3000多件紅木傢俱 青蒼聚會 等您來搶 49800 一件品牌石木家具的錢 現在可以買全套16點紅木家具 同價格品質在錢 同品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套聚会价4.98万 仅有三套 市场参考价近百万代 16件三只红木家具 全套厂家掏底价7.98万 仅有四套 市场参考价几千元的古典花梨小古灯 清仓处理价仅需320元 五斗小方桌五件套 市场参考价1.98万 库存清仓价2600元 明示茶台五件套 市场参考价3.9万 库存清仓价6600元 老窝大红酸汁独板圈椅 市场参考价近39万 超底价3.6万 金丝南木黄宫椅独享价2.9万起 酸汁罗汉床三件套2.86万 小叶子盘108颗佛珠手串 市场参考价近万元 现场人气价仅需390元 专为本次聚会活动特别设计的金丝南木 船市小方凳 因首次面试 市场价值难估 独家现场专享收藏价999元 沙发36款 餐桌29款 床31款 搬台12款 博股价9款 书柜11款 罗汉床6款 茶台9款 电视柜26张 定香柜18对 圈椅19对 张木香11件 金丝南木全套家具 五等柜 梳妆台 摇椅 海南黄花梨手串 小叶子弹笔筒 小叶子弹手串 大小方桌 各种椅凳 财神 弥勒佛如意等上百种百件 全部以清仓价格销售 售完活动立即结束 紧急提示 红木家具工厂 首次直接带货清仓 本色活动数量 极其有限 先到先得 尽情提前入场 清仓时间 4月23日至4月27日 清仓地址 扒州大道东路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一号管西门 清仓热线 020-8307-4185 400-8251-777 看白电风 到广州新世纪白电风 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人体是需要哪几种营养素 是必须的呢 人体的营养素必须的 现在分为六大类 第一类是蛋白质 第二类是脂类 第三类是碳水化码 第四类就是维生素 第五类抗物质 最后一类是水 六大类营养素是很重要的 但是目前我们现在的饮食条件下 容易不足的 可能是 一个是维生素 确慢质 必须脂肪酸可能不够 两个是蛋白质 可能也是不够的 但略带力营养素 倒后很重要的 那这些营养素 哪些是日常生活中 比较容易缺乏的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 最容易缺乏的 根据我们前国的调查结果 维生素就是维生素A 维生素B2容易不足的 而且抗物质是钙、铁、碘 现在碘好办了 又强化碘下去了 脂肪酸有一个问题了 现在大家怕超重 要减肥 这个不减食 那个不减食 可能必须脂肪酸也不够的 有自己的问题 蛋白也可能是不够的 更加不够 可能有一个成分就是 纤维 纤维可能到的 就是食素最少 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们刚才说的营养素里面 它可否包含所有营养物质在里面 每种食物都含有营养素 但是比例的量 可能不一定合理人的需要 只能够合理的搭配 满足它 如果是刚才说的 特殊医学配方的营养素 或者补充剂里面 有可能包括所有的 这些所需营养素 现在是什么配方 现在是特殊医学配方的 前营养素类的配方 应该报复人体 需要的前营养素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但是它的比例 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 就是说你的食物搭配不合理 或者是需要保充营养 是对的 但是你比如说某些疾病 比如说可能糖尿病 你就使用低糖的配方 低糖的配方 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身份疾病 可能是低脂的配方 就是不同的病是不同的配方 普通人用前营养配方 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是心脑血管患者 可否服用呢 在什么配方 现在脂肪能量不是很高 可以食用的 如果有些配方的能量偏高 那就要注意控制量问题了 明白… 好,接下来我们的时间 我们马上进入 今天的健康带人看问题 看看第一条短片 那你就没有营养了 你那里不是有很多营养粉吗 又说吃营养粉 裡面有什么营养… 维生素A、B、C、B、E 可以保充 不如吃营养粉吧 不吃吧 不吃可以重啟免疫系统 想问禁食是否真的可以 重啟免疫系统呢 禁食我真的试过 真的试过?有试过 我是祈祷,禁食祈祷 但不是真的为了身体激励 为了受 为了受 因为我上网上看过这个段子 但我认为… 他中文章说的是 禁食的话会令一些坏的细胞 自然会排出 是 然后启动一个新细胞的启动 即是重啟免疫系统 对,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好像不太合乎科学 有个逻辑 为什么会自己 好像按了一个按钮 就是等于自己和电脑一样 对… 关系机 重啟 重啟 没错,就是重啟 是否真的可以的? 教授真的要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这样理解 有动物或人的实验 确实显示 减少了能量摄入 有利于启动免疫 或人的功能提高 但它只是控制了能量的供给 维生素、蛋白和抗物酱是足够的 所以你不等于我们是避免 避免你吃就不吃 除了能量降大之外 你的维生素也不够 蛋白也不够 抗物酱也不够 这个肯定是健康不利的 人家研究只控制了能量 控制了碳水化物 控制了脂肪 但必水脂肪是补充的 蛋白是补充的 维生素抗物酱是足够的 这样有一定的作用 是这样的情况 但我们避免都不吃食物了 维生素抗物酱 蛋白质不够 怎样能提高我们的人下功能呢 举个例子 免疫细胞、免疫分子、免疫体统 其基本成分就是蛋白质 你合成细胞没有蛋白质 你合成细胞 是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营养均衡是很重要的 但是均衡的情况下 减少能量、减少适当的脂肪 有利益防肥胖 以防能量过剩 这个对健康有好处 那如果我禁食不吃食物 但我每天补充这些全营养素的话 那可以吗 这个有点帮助 不如说小吃饭、小吃肉 你补回维生素、抗活质、抗活质 这个是可以达到营养均衡的 但是你要注意 怎样说法呢 食物都比营养补充剂好 比如说我们植物 蔬菜、水果 除了我们以致的维生素、抗活质之外 一大堆的植物化学成分 对人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多少种呢 成千上万种 所以我们食物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但是我看到很多外国人 他们吃那些类似什么 维生素、营养素那些 每天拍丸的一堆堆的 其实这些有没有作用呢 这样理解了 因为外国人的食欲比较多 肥较比较多 虽然你的习惯要减肥 一旦不吃这个肉 一旦不吃这个面包减少 能量可能就减少了 有利于减肥 但是一旦吃完少了以后 维生素、抗活质、蛋白质不够 所以补回下去 这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 不是说越多越好 任何东西的营养素 合理的营养素 个量也是毒素的 也是中毒的 是,是要合理的量 你拼命地补 个量也是不行的 加重了身体的负担 干身功能也是下降的 亦是不行的 我理解刚才教授说的理论 特别是我们刚才短片 说到重启的理论 如果真的可以重启 但前提一定是电脑插着电制 如果你什么都不吃 就是喝水 相当于电制都拔掉了 是 那怎么重启呢 而且你说那些坏细胞会饿死他 那些好细胞都很肚饿 都饿死了是吧 好,第一条短片学到不少东西 马上来看第二条短片 看看小峰又遇到什么情况 陪我去市场买菜 干什么 我妈妈跌倒了 你知道老人家跌两下就要入院了 小峰的妈妈因为骨折住了院 小峰每天都会肺盡心思 做很多有营养的菜给她吃 朋友就跟小峰说 现在有一种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的食品 吃这些就可以保证病人所需的营养 就是这种? 很鲜利 我再买一点 请问是否真的有这种食品 那正常人可否服用呢 其实这个问题 我刚刚心里已经传了很久 我可否吃这种存氨素 只顾人猜 其他东西就能放弃 那不行 这些肯定不行 我们人的食物是最重要的 每种食物含有不同的营养素 现在的发展 我们发现了人是必须的营养素 我们知道了 但是有很多成分我们未发现的 对人一日都有保健作用的 我们未知道的 比如说植物 疏碎水果 现在发现差不多6万种的化合物质 对人都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天然食物是最好的 就是天然食物搭配不好 或者胃口不好 或者有病 吃不到东西 或者牙齿不好 怎么办呢 适当补充 有利益帮助的营养均衡 那好像我们是正常人 可否可以吃呢 正常人 你年龄段最好 谷类 蔬菜 水果 肉蛋奶 最好 但是你正常人 或者减肥 这个饭也不吃 这个肉也不吃 那补充是有帮助的 就是做一种补充 并不是 补充剂 必要 一定要吃的 补充有帮助 譬如我们这些早上 常常都忘记吃早餐 是的 又有帮助 或者有空吃 我放一罐在办公室 买一忘记的时候 可以拿来吃 你懒 早上又不做早餐吃 又管时间怎么办呢 喝一杯补充的营养是有帮助 真的对 但是不能依赖它 水少食物是不对的 刚才说到病人 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时期 病人应该补充什么营养 还有怎么补充呢 是什么病人 一般多数来说 病人的胃口不好 不想吃东西 或者消化能力下降了 可能营养药揭发的 你叫他吃饭 吃肉、食菜 可能他不想吃 那情况下 补充医学配方食品是有帮助的 那这些医学配方食品 一般是由什么组成的 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人体的营养 需要设计的 比如说咸有蛋白质 咸有多种的维生素 矿白质 必须脂肪酸 或者咸咸鲜浸上去 就是按照人在必须的营养素来调配 那一般如果 譬如说病人 或者身体比较虚弱的人 要补充这种 譬如是全胺素这种营养素 是 或者我们所数 这个全胺素里面有蛋白质 有27种维生素 还有确物质 有不把和脂肪酸 善食纤维 那其实这些是否都足以补充到这些营养 是的 人体的营养素 六大例大概是42种 差不多 那一般前营养配方食品 他可能前部都放进去 就是说你吃不到东西 补充它是满足你的基本营养素 应该是达到的 不等于依赖它来取消食物也不对 就是食物搭配不合理 或者吃不到食物 补充它有利于营养的补充 是这样的作用 但会不会类似这类的营养素里面 会有一些平时我们在食物当中 比较少摄取的物质呢 有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平时喝奶比较少 它不够 那它可能会有的 比如我们平时食物可能是咸西 咸身 或者铁也不够 那它是有的 比如我们平时食物 可能的维生物B也不够 可能它有的 是这样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只要搭配食物 是满足营养素要的 就是搭配不到 搭配不到 偏食挑食 或者胃口不好吃不到这么多 那可能你补充有帮助 好了,健康话问题时间 看完这集节目之后 不知道我们的现场观众 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掌教授呢 马上教给他们 掌教授,你好 好,我想问一问 我的牙齿没那么好 那些菜老师煮得淋了 我想问一问,这样有没有营养呢 纸烂只能补充鲜石碎是有用的 触振排便是有用的 但是维生素大量破坏了 另外纸烂之后 矿物针溶在汤里的矿物针是多了 所以食菜的营养 子烂的菜 营养明显是减少了 尤其是维生素 几乎是没有了 所以达不到补充营养目标 我们这样的年纪吃哪种好呢 奶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营养比较丰富 尤其是补充钙 补充蛋白质是比较好的食物 比较优质的食物 尤其是老年人 很多人容易刺激疏松 容易揭蓋 所以喝奶是我们始终喝的 大概每人喝奶是300克左右 就是一至两杯牛奶 年纪大喝哪些奶比较好呢 有年纪大怕血脂膏 怕血管硬化 怕这个问题 所以鲜奶最好鲜 脱脂或低脂的奶是比较合适的 好,谢谢蔣教授 也谢谢三位嘉宾 如果你是减肥 或者是年老体药 又或者是大病初遇的患者 不妨可以选择一些营养素 譬如雅培全胺素 就是全营养配方粉 是一种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的,因为我们营养均衡 才是健康基石 也是我们长寿的基石 很感谢你关注今期的节目 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繽纷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